经过我跟猫哥的友好协商啊 决定今年我们就在山东过年了 然后初三初四的时候呢 带着大喵回内蒙 然后我们就直接回北京了 同意你就鼓鼓着 你就说你错了吧 我互联网小姐妹骂你不是没道理的啊 我虚心接受 这不如打伤过年就留在丈母娘家了 要是下雨下手 把大喵留下那俩会计得现了 这谁给你打扮成这样了 坐在这儿笑个鬼女了 总之姐妹们 这个决定还是比较合理的啊 就两边都能照顾到 反正这事就翻篇了 不提了 现在就要大喵一件重要的事情 今年咱们要什么 大声 大喵今年就提了这个串话了 不专门不回北京 大喵如果奶奶给你红包了 你应该说啥 谢谢奶奶 你也给你红包了应该说啥 谢谢奶奶 真可逗了 大喵这几天就一直重复这几句话 就跟彩排似的 我妈 你去 宝宝 淼淼 提香带娘呢是吧 是不是这走呀 抱抱 本年这动作 咱早都会了 咱都聪明 娘 我只要大喵等下来说 多转着我 说得还快 是个好妙子 那可不 也不看看遗传谁的精英啊 你又想好遗传的 我这刀猫子可是没少下功夫啊 我看看你 哎呀 看看你老爷 哎呀 前几天我们不是讨论回十家过年吗 就很感谢我的互联网小姐妹帮我说话 我看还有人说就我恋爱脑 然后啥都听她的 我在这个家没地位 都是假象的 我怎么可能没地位 姐妹们 我在这个家说一不二 我说多猫都不会往西去的 你 你嘴不嘴 你又可以整人事的 就首先就过年回十家这种问题呢 也不算天大的事 也不能影响夫妻感情 是不是 我猫哥跟我结婚第四个年头了吧 第一年 我们两口子在北京过的 第二年 我怀着孕 我们三口在北京过的 第三年 我们在山东过的 这第四年了吧 就我猫哥 一回还没去过内蒙呢 姐妹们的力量很强大 让我不地自如 我仔细想一想 其实也不用坚持 就是一年回一家的原则 就是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嘛 所以我们这次就打算 出三四的直接回内蒙嘛 然后就不再来山东了 直接回北京 也给山东了两口 就放个假 后边的事情呢 就我们还暂时没想好 就走一步 看一步吧 我给你说诗话 说诗话 叫你 之前不是很多人 说我啃老吗 就只能依靠老四口 我本来想着 就让他们都放假 我自己回去带大喵 后来大喵这个事吧 我就觉得一个人还是不行 还是人多力量大 别人都以为大喵 在家多听话 多听话了是吧 其实他这小男孩 他可调皮刀斋了 上船下跳的 看他老父亲 就是给他买了个点读笔 还有书 你是下本了 喵喵这段时间又找本事了 你给各位一一表演一下 好不好 好 西瓜 香蕉 菠萝 菠萝 吃 虾 鱼 菠萝 菠萝卜 西兰花 吃饱吗 有 一个想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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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以后想考清华 还是北大呀 北大 哎呦 好样的 哈哈